牛车拨开人群 他想要买下这个15块钱一斤的女人 人贩子把她带到一间屋子 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这才是当老婆的料 牛车心动了 他掏出仅有的1000块钱 买下了这个女人 故事还要从李三妻大儿子结婚说起 老妖以前是卖商货的 现在干起了卖女人的勾当 就连这个新娘就是从外地买来的 在那个年代正流行一种风际 谁家发 谁光荣 谁受穷 谁狗熊 万元互光荣 谁能给儿子拿得出聘礼 谁光荣 想想自己的儿子也老大不小了 李九金心里泛子的嘀咕 要是再有一个女儿就好 老李啊 我明天要上南明去了 你的事快点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 原来丈夫早就和老姚勾搭上了 正算着把自己的老婆卖掉 李九金一听急了 你要媳妇就不要老婆了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一顿好饭也没吃过 说着 两人就吵了情 晚上 丈夫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蒙着被子就把酒精打了一顿 儿子看着远处 一言不发 第二天 丈夫交代 逮住机会早些回来 就这样 酒精踏上了贩卖自己的路程 李九金被牛车买下之后 跋山涉水 一路上牛车嘘寒问暖 让酒精倍感亲切 可回到家中 眼前一幕 让他彻底惊呆 原来屋子里的男人 都是他的丈夫 七个男人 走私数目凑钱买下酒精 他们上来就对酒精动手动脚 岁数大的还流了口水 简直是绵羊掉进了狼窝 他准备逃跑 却被一脚提翻 随后噩梦上 无力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 牛车无动于衷 第二天 男人们出去干活 为了防止酒精逃跑 用绳子拴住酒精 砍伐数目是个不小罪名 但为了生活 他们还是铤而走险 眼镜男给酒精松了把 你知道 我们砍了多少棵树 才买到你的吗 一百五十棵 这时 林警来了 眼看着树就要倒了 为了不被发现 大家合力拉着大树 这对酒精来说是个机会 他钻进树林 但山路难寻 正犹豫是被其中一个男人追杀 第一次逃跑以失败告终 他像老母猪一样被抬了回去 有了这次逃跑 男人们更加小心了 每次带他出去都会用绳子牢牢拴住 酒精越想越害怕 苦苦哀求 我把钱退给你们 放我走吧 眼镜男却说 除非我们几个全死光的那一天吧 晚上几个男人抽签决定过夜圈 一周七天 每天轮流享受丈夫的权利 毕竟酒精是他们唯一的老婆 熟烦多了也会烦烂的 这是我们最珍贵的 必须要小心食用 日子一天天的过着 他发现七个男人都有各自的特点 除了吃饱穿暖 他们还会争风吃醋 但逃跑的念头始终没能忘记 这天酒精和老头来到山洞 酒精扔掉老头的衣服撒腿就跑 刚出狼窝又进虎穴 酒精被隔离区麻风病人团团围住 牛车听到求救声闯进隔离区 把酒精救回来后 添柴烧水为酒精消毒 这时班长突然到发 通知大伙搞一个节目 欢迎严书记视察工作 酒精藏在水桶里未被发现 晚上大伙唱歌跳舞排练节目 酒精笑得何不容许 欢迎晚会开始了 大伙卖力的表演 台下也响起了阵阵掌声 胖子一时紧张 说错了台词 严书记勃然大怒 失落的牛车路过会议室 严书记交代了一个特殊的秘密 为了挽回形象 牛车拨开人群 毛遂自荐 见了虎三年苦 不见虎一辈子苦 牛车递过干粮 瞒着大伙送酒精走 快走啊 走啊 大虎行动开始 大伙手持刀叉棍棒 小山羊当作鱼儿等待老虎相来 正当大伙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只老虎窜了出来 关键时刻强阻 任务已失败告终 众人失落的回到家中 回想到酒精并没有走 大伙脸上露出了笑容 晚上 大伙做了丰盛的晚餐 招待班长 酒足饭饱 班长公布了一个消息 表演失败 打虎失败 严书记要他们挑一个人 去青海劳改 去青海劳改 可是九死一生 呆过的人都知道 比地狱还惨 为公平起见 酒精用抽签方式 谁抽中短签 谁就去青海 尼秀抽中了短签 大伙吊着的心终于落下 酒精喊着尼秀 想让他最后行持一次丈夫的权力 可心灰意冷的尼秀选择了自杀 虽然尼秀的离去 大伙都很悲伤 但生活总要继续 大伙盖起了新房子 生活也回到往日的平静 酒精似乎不再想要离去 相比之下 曾经那个没有一丝温暖的家庭 这里更像是一个避风港 每天和六个丈夫有说有笑 她很满足 有时男人之间争风吃素 也会闹出不愉快 这一天是房子封顶大吉之日 令大伙更高兴的是 酒精怀孕了 大伙围在一起争论着是谁的状 好景不长 眼镜男带着酒精来到树林 此时班长正在不远处盯着他们 班长说要出租酒精 这可把大伙起坏了 酒精怀着孕 怎么能出租呢 只要开了这个例子 到时候会有几十几百个汉子 等着酒精 明天交不出酒精 班长会翻脸 我们惹不起他 酒精坏了我们的孩子 不能让那些亲手找他 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老头提议举手表决 同意酒精下山的举手 最终举手的占多数 只有眼镜男没有举手 第二天一早 牛车带着酒精就跑了 没想到班长带着手下 守在这里 你追我赶 牛车为了掩护酒精 不慎掉入悬崖摔死 突然眼镜男掉出来拦住酒精 班长也放慢了脚步 酒精 当地法院以走私木材 合伙买漆等罪名判处两年七个月 而李酒精以聘婚罪名被起诉 但是考虑到酒精是出犯 又是受害者经教育后当庭释放了 儿子来找酒精 他并不是来接母亲回家的 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比较大 全村都在看笑话 让他再等十几天 过了这件事情再回家 说完从口袋拿出二十块钱 让酒精找个旅馆住下 望着儿子离去 酒精眼神充满了悲凉 最终酒精踏上了开往下门的列车 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 《范姆暗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 改编自真实时间 该片通过李酒精这一悲情角色 浓重描写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农村女人不堪回首的经历 农村妇女李酒精为了儿子聘礼 自愿被卖到偏远的云雾山区 而买他的男人打七人之多 在艰苦的生活中 与七个男人周旋 虽然几次想要逃走 但都被折回 李酒精渐渐了解了七个男人的身世 以及他们的辛酸往事 他由憎恨 恐惧 转而同情他们的遭遇 更是在长期的生活中 和他们产生了感情 影片中最后一幕令我感到很气愤 可能也是女主李酒精最悲伤的 李酒精为了给儿子娶老婆 自愿将自己卖的钱拿给儿子 然而伟大的母亲却换来儿子和丈夫嫌弃 他们宁愿要脸 不愿要抹心 这种儿子是弱智还是被父亲洗脑 这样的家庭不要也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